380吨战略运输机,拉130吨或全球飞,装备100多架还在生产。 大型运输机是在战时紧急运输大量兵员和武器装备的军事利器,自从运输机出现以来,在多次战争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,可以说,衡量一个国家战斗力的标准之一,就是是否拥有足够运输力的军用战略运输机。 C-5银河战略运输机 上途是美国空军装备的C-5银河战略运输机,它也是美国空军目前装备的最大的军用运输机。 C-5运输机的机身长度为75米,两个巨大的机翼使得一展将近70米。 机身高度为20米,也就是说从地面到飞机的顶部,大约是六层楼这么高,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个高度有多么高。 该运输机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380吨,再重量为130吨。 C-5运输巨大的运输能力可以轻松装载两辆陆军M1主战坦克,或者装载10枚攀星式重型导弹,普通的军用卡车则可以拉上20辆。 而且C-5运输机装备有空中受油管,也就说其几乎可以装载美军的全部战斗装备全球飞行。 运输怕拉丁自行火炮。 在飞机的动力上,美国人给它配备了四台TF-39涡扇发动机,该型号发动机虽无不能提供加力,但是每台发动机都可以提供200千牛的推力。 试着身躯庞大的C-5最大飞行速度依然超过了每小时900公里。 1972年一架C-5在一次飞行测试中,不助路飞行12905公里,总共飞了16个小时,逆速为每小时848公里。 这个表现在运输机中绝对称得上优秀。 正在进行空中受油。 C-5运输机在1970年开始装备美国空军部队,后来又衍生出了C-5B、C-5C-5M超级银河等型号。 C-5运输机的造价高昂,但是美国空军依然装备了100多架,并且该运输机并没有停止生产,一直有新的C-5从洛克希德的工厂里下线,充实到美国空军的运输队伍中。 可以说,仅凭这些运输机,就足以承担一场中等规模战役的全部运输任务。 相信随主运20的服役,我们最终也会等到这一天。 美国空军的运输机群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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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